我们今天要寻找的第一种灰中诞生的美食就是松花皮蛋 据说这种皮蛋全身晶莹剔透 就像闪闪发光的珠宝一样 我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灰才能制作出如此高颜值的皮蛋 松花蛋表面有黑光亮 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 闻一闻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这才是松花蛋本来的样子 而味道调查员今天要探寻的松花蛋是金黄色 还有着晶莹剔透的美 怎么说都很难让人相信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金色松花蛋四十多年的王国勤阿姨 王阿姨 我听说你们家皮蛋醋也好是吧 醋 醋一个 弹性很好 对 那个强 看吧 看吧 对 对 太漂亮了 金黄色的皮蛋 晃得越动它代表它品质越好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包壳不粘壳 光洁晶莹呈玻璃状 表面松花栩栩如生 横竖对切开的松花皮蛋 蛋黄分三层 外层呈金黄色 中层呈绿褐色 中心呈橘黄色 真的是晶莹剔透 如此漂亮的金色松花蛋会是什么味道呢 金色松花蛋味道清香 还带有一点回甜 无论是颜值还是滋味 都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艳 这么漂亮又美味的金色松花蛋 竟然是用灰制作的 灰在哪呢 王阿姨说 他们家制作的金色松花蛋 需要好几种灰 说话间 王阿姨背上了贝勒 她说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到县城周边的农户家里 去收稿制作金色松花蛋 所用的柴火灰 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四十多年 在味道调查员看来 柴火灰找到了 就可以回家制作金色松花蛋了 但是王阿姨接下来的动作 让味道调查员百思不得其解 用这个土 最后的土 王阿姨说 这种特别的黄泥 也是制作金色松花蛋的 重要原材料 有了柴火灰和黄泥 王阿姨说原材料还不够 这是姜 苦丁茶 为什么要加这个苦丁茶和姜呢 去掉这个腥味 黄泥它的人沾灰呀 这么大一块姜 这么多茶你就这么搅拌 它也出不来功效呀 它要经过足啊 原来黄泥是要和苦丁茶 姜一起熬煮 有了苦丁茶和姜的加入 不仅最大化的化解掉鸭蛋 本来的腥味 还增添了一丝茶香 王阿姨说 要制作金色松花蛋 另一种重要的灰要上场了 王阿姨我看这还多了一盘 这是什么 炒点 是用草来做的吗 八毛草 时间就把它烧 烧那里再来 果然不够 王阿姨说的八毛草 学名是芒 当地老百姓都习惯叫它八毛草 它是制作金色松花蛋的 另一个重要主题 八毛草烧灰 最细腻的部分加入水熬 直到水熬干 草碱就提取了出来 只有草碱还不够 还需要早上收集的柴火灰的加入 柴火灰中自带碱性 柴火灰和八毛草灰强强联合 既可以使蛋清凝固 又没有厚重的辛辣味 这两种灰的加入 就是王阿姨制作金色松花蛋的秘诀 薄薄的一层去新增香 对 捏起就行了 我人生中做的第一颗皮蛋 鸭蛋首先要取 加满料的黄泥水洗个澡 再在草碱和柴火灰混合的草木灰中 滚一遍 15天蛋白发生凝固 20天就趋向成熟 30天漂亮的金色松花蛋 就大功告成了 金色松花蛋的爱好者 还将它制作成很多创意美食 天鹅纯皮蛋 烧焦皮蛋 三色皮蛋洞 王家是汪安县金色松花蛋的 加工大户 王阿姨兄弟姐妹 都在制作金色松花蛋 这种制作手艺是妈妈传下来的 是一家人情感的载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流行 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